這些飲食方法不是我認識的 是我師父教的 他當年真的是西關大少 這樣說 當時廣州平均的薪金是30元 他一個月花600元 有人來追單 簽了那些 手指的那些 那些要找數 他是不是標準西關大少 所以當時西關那些 所謂的納納納納納 納納的那些吃法 他全部都認識的 但我覺得他教我 他當然是怎樣我幾招 我不是完全認識的 但有時說那些吃的理論 我又很接受 為甚麼呢 今天我們吃東西 太過要奇 我要義 要動不 加上現在有所謂的Fusion餐 於是我要創 有些東西是不是真的適合吃呢 有時我不是吃家 但我自己是廣東人 我只可以說我拿著我自己的廣東人那套執著 譬如很簡單 我舉個簡單的 上海雲吞麵 你用大紅醋是不好味的 你一定要用那些 譬如你吃餃子 一定要用那些山西陳醋 對 對 或者浸江醋 鎮江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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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些 對 但你用大紅醋是不行的 對 但我們廣東雲吞一定要用大紅醋 不可以用那些 不可以用陳醋 對 這些叫做對的東西 合口味 我覺得現在的Fusion就不一樣了 可以吸一吸 分分鐘我雲吞可以點糖 舉個例子 我Fusion 什麼都可以 Fusion是我創的 當然我誇張了 但是大家可以想到 有時候有些東西是 那種味道就是那種味道 等於那些 那些 江捷人他們吃餃子 他們執著是要吃用瓷菜底 是啊 他們最美的餃子 就是用瓷菜來做 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用普通白菜 或者也不是用韭菜 是的 韭菜是我們廣東一點 他們那些是瓷菜 你去到這個 山西就沒有了 山西是肉多些的 大家都是餃子 但是每個地方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要相信那些 就是那些醬醋茶 每個地方不同 所以吃東西 我就不需要很 明貴 一定要說 這幾百元 200元一kg的 5A級和牛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我們和牛也可以 不是和牛 我給不起錢和牛 我吃和牛也可以 和牛也可以很美的 問題是找不找到 譬如很簡單 我經常都介紹 你知不知道他們 我師傅怎樣吃白切肉 很簡單 煮熟它 然後塗些鹽 煮熟它就是皮蟹 他們怎樣做呢 他們吃的是 5斤的豬肉 一塊鍋 不切 最好就是腩肉 或者那些什麼 放進桶裡煮熟 煮熟它之後 就像狗公格一樣 煮熟 煮熟了 只剩下深 然後拿一塊 就切片點醬油 就是這麼簡單 都不用煮熟 剩下的那些 就用來煲湯 用來煮其他東西 例如把木 煮碎了 一時間我忘記了 為什麼說喝豬肉湯眼光光 因為客家人 就是豬肉湯 是一個補湯來的 是可以壯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真的認識中國的農民 他們每年只有幾次吃肉 其實大部分是吃素 就是自己家裡的田種到什麼 就吃什麼 就沒有錢出去買 這麼多外面的東西 難道每天去大魚大肉 通常就是連尾湯一隻雞 大公分豬肉就分到舊豬 春秋二際有舊豬肉 或者大時大節生日 多隻雞蛋 就是這麼多東西 我曾經和太太回到江西的親戚 那些農村地方 江西最有名的就是粉晶肉 粉晶肉很好吃的 他們的輝菜裡的 所謂八小菜裡的 我覺得是他們的主打 他們為了我們吃粉晶肉 早上走出城市 回來回來 兩個小時 買塊豬肉 那些農村裡是沒有豬肉吃的 明明啊 因為招呼我們 特別買塊豬肉 對 來做粉晶肉 對 你去這些地方都有 對 所以你看到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吃肉的 客家的豬肉湯 等於我們今天去吃藏羊的補 喝完之後就整晚眼光光 明白嗎 睡不著 因為太厲害了 我們今天經常吃豬肉湯 所以北方就是詭忌 就是習慣了 等於北方人一吃海鮮 他們又有壯羊的作用 他們那裡沒有習慣吃海鮮 所以為什麼吃蝦呢 會壯羊的 對我們這些在海邊吃的人 每天吃蝦都沒有反應 明明是男人 所以這就是有個分別 所以壯羊這件事 其實是不關吃什麼 古靈精怪 惹在在的 是關你的飲食習慣裡面有沒有 沒有的 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是不是很簡單 我現在偶爾也有煲湯 我整塊豬肉不切碎 之後就拿了 學你師傅拿中間的 我又不是拿中間的 我沒有奢侈這麼大塊 五斤肉 大佬 煲湯 一塊肥肥的肉片 你拿回中間的那些 那些是很香的 有時有留意過你特別喜歡吃煲湯豬肉 煲湯豬肉挺好吃的 就是這樣的道理 只不過你不要愛邊的 但問題是你現在煲湯豬肉 切碎了一塊豬肉 那你就全部都粗糙了 偶爾有兩塊肥膏 就是貼著肥膏的那幾塊 就煲不粗糙 因為有些油保護著它 所以那幾塊就特別好吃 對不對 所以我師傅教的就是 你吃東西不一定要很奢侈 就這樣吃豬肉 我講完後你也覺得會比較好吃 對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對 那你就愛邊邊的都會出味 我就賺多一碟豬油的切片豬肉 你試一下就是其他人的做法 我先說一下西關大少 什麼叫西關 西關有一個城牆 如果認識廣州的朋友 大概在人民路附近 那裡就是城牆 所以當年的光孝子 剛剛在城牆邊 就是裡面的 那裡出去的地方叫做西關 西關明末清初的時候 比較荒涼 但是因為有很多珠江三個州 都已經在那裡開店 因為趁些油進去 就像我們今天在地鐵附近 因為每個人都要在關口附近 建很多店鋪 就有生意做 因為人流多 出入那些人 你想想整個珠江三個州 的人都要進去 明末清初的時候 那裡是哪裡呢 那裡就是耿晶中放 即是他打來廣東 我們三藩 那些人的耿晶中來到三藩 來到之後 就在那裡放他的馬 那些滿…滿… 他是滿旗的馬 不是滿旗 他是漢旗的馬 然後呢 打進來的時候 耿晶中是想著 你要知道 軍軍以十二萬人入關 打旗兵 當時的明兵 起碼多他四倍五倍六 靠什麼呢 應用啦 打完之後 那些人不斷打 怎麼打 有什麼好處 打贏了有什麼好處 你為什麼這麼勤力去打 很簡單的道理 雖然是很殘酷 加定三圖 揚州十人 我給你打完城之後 攻完城之後 破城之後 你幫人進去吧 搶什麼搶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這樣來嘛 因為那些地方富裕 揚州和加定 借藉口去屠城 在耿晶中來到廣州 預備屠城 那裡廣州人 就說了 你不要屠了 屠城 一層 怎麼計呢 你要知道 中國人怎樣計 距離 是以舖來計 叫做舖 一個舖頭的舖 怎樣叫舖頭 舖字就是一個距離 距離 他就說 殺到十八舖 所以殺到十八舖 這個說話就是這樣來的 東東佬又怎樣做呢 西關那裡把舖頭 把舖頭排得很密 就是你殺少點 你現在去到西關 是不是看到有什麼 上下九 上下九路 現在很旺 那個意思是九舖 九舖 就是這樣來的 殺到十八舖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西關那裡 一漢就是滿兵 到中來到廣州之後 駐守的地方 我師父那些是漢旗 那邊居住 所以他居住在光孝寺旁邊 他還說他小時候 爬過去光孝寺 偷偷那些花簾吃 這是他的故事 為什麼西關大少 西關姑娘 東關 東山大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些全部是 那些奇兵 有錢吃黃糧的人 而因為有這些人 出現有什麼妓女 這個世界有錢人 自然就要去喝花酒 所以第一個就是 朱剛那些艇妹 不是那些花艇 另外一邊就是 例如荔灣 那些地方 那時候還是一些灣 所以真的是灣 不是填海 所以現在是荔灣酒家 還有幾個湖 那些花園 荔灣公園 那裡 以前是外面的河 填滿了 就是有些湖 怎麼這麼大的湖 有時候那裡都停了艇 我師父說過一個很搞笑的 很有趣的 印象很深的故事 是怎樣去荔灣酒家 吃蝦 吃蝦 怎樣才叫做絕核 字眼 不是 怎樣才能吃到絕核的蝦餃 我們灣最老問你 當時一些西關大少 去到那裡 找個地方開茶 當時有個女士英文 大家要記得 當時的社會 所有的士英都是男人 廣州開鮮 開風氣之先 荔灣有女士英 你知道 那些男人 有時候為了那個女士英 就去喝茶 女士英問你 大少爺 吃什麼 吃蝦餃 你知不知道 那些女士英怎樣做 那些地方看到 外面有一隻隻艇 就是那些艇 吊了一個二個蝦籠 在河邊 即是今天的西灣湖 即是禮灣湖 的水邊 那個士英就走到艇上 拉繩子 蝦籠上來 一些蝦 當你大少爺 坐下蝦殼 撕蝦肉 然後在你面前 當面做蝦餃 嘩 做完了 讓你看過了 然後就拿進去 裡面蒸熟 拿回來吃一壺 龍蝦餃 嘩 你說當時來說 是一件賞心樂事 今天來說你也覺得很奢侈 奢侈之外 那種體貼 那種味道 所以有時候吃東西 不用一定要很浮華 很精 是不是很精 所以當年的廣州人 比起我們今天香港人 差多遠 這種氣派才厲害 所以你看到我師父就是這樣的人 你明白嗎 為什麼他可以 這些事情 我曾經把這個故事 說給今天一個來港名 設計院的院長 他是一些老的 廣州的歷史 但是我跟他說這個整蝦餃 麗灣整蝦餃 我差了不跟他說陶塗居 為什麼要上茶樓 陶塗居的名字 是來自廣州的 第一間是廣州的 才是陶塗居 我們現在經常喝茶 你記得以前的古老人 還說我們去上茶樓 只剩下一箱兩件 為什麼呢 其實當年的陶塗居 就像今天 現在唯一一個比較像的 就是陸雨 真的很像以前的 那種味道 我們現在的茶餐廳 就是這樣演化出來 但是以前不知道為什麼 廣州這麼出名 但是是不是你我 是走下來香港喝茶的 那我不知道 這件事我沒聽過 但是就是說 當時廣州比香港 就繁盛很多 也都領導潮流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他們是十三行 他們其實吸收洋人的東西 就比香港早 以前十三行做買板 賺大錢的 那就是 那套陶居 其實你知不知道 上茶樓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那時候 要知道 那時候 男人還是三妻四妾的 通常 大婆就是 梅雀之賢 沒得選擇的 但是那些太太 找過 老爺 當然要有些社會地位 有些錢 當然要選個心水 不希望 又找個 什麼豬扒王麵婆 於是怎麼做呢 通常那些梅人 就去睡了 睡完之後 老爺當然要去 一個人 就見貨板 你知道保守 黃花閨女 無端端沒有理由說 又去李家 又去張家門口坐 被人會說大 說話 明明 你還沒嫁 走進去人家 又沒有親戚關係 走去張家 李家 進去門口 不知道你去做什麼 相約 你知道那時候 所謂人約王婚後 真的不容易嗎 於是當時 就想到一個方法 怎麼做呢 通常就是 找個梅婆 通常 你知道當時的茶樓 陶陶居就是廣州 就是廣州 差不多第一二座 是有二樓茶居的 明白嗎 二樓的茶居比較貴 不是一般人的 是啊 你記得以前那些 舊式的英記酒家 醉瓊樓 最早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那些所謂的樓上雅座 你還記得這個詞 雅座 就像今天那些陸雨 一個卡位 中間有一些桌 放在那裡 於是那些梅婆 就會帶個女生上去 去喝茶 坐在一個角落 那位男人 即是老蚊公 以為取妾氏 這個人 怎麼做呢 沒理由自己一個 因酒所謂的茶居 愚愚愚愚 通常就是找個年輕人 小侄 小侄 我請你喝茶 上茶居 帶個小侄上去 一宗兩件 小侄就在那裡吃 吃吃 另外那個人 最終之以不再茶 就在那裡看斜斜眼 看對面 認得那個梅婆 於是就找個位 剛剛看到那個女生 背著那個梅婆 剛剛看到那個女生 看不看眼圓 剛剛眼圓 就落答 那時候 好像看板 那時候 用這個名字 那時候是比較文雅 所以有些 反過來 有空沒有工作 那些 自己是娶不起 那些 就上去茶居 去看別人的那個 就是那個板 那些 就是當年的上茶樓 上茶居 樓上瓦座 其中一個 間接衍生出來的功能 現在的情況 博士 因為 旺角 油麻地 很多 仍然有 劉鵬 那些 站在街上 很多男人 在街頭 留念 看東西 他們不是光顧 現在仍然有很多 所以你看到這個世界 就是千古不變的 這些定理 美國就不敢 你貓貓貓 用什麼被人打 用什麼 開槍 10分鐘 被人打劫 所以你治安好 才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不要以為看板 那麼簡單 旺角 你試試治安好 那些人 還會不夠旺居居 畢竟那道旺角 真是旺很多人 是 很奇景 大家現在走過旺角 進去 上海街 不用擔心 因為有很多人 那些男人 是住足的 站著看的 那些女人 也是被人看慣的 因為我老家仍然在旺角 明白 所以你看到 廣州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奇景 包括廣州的風水 也被人破過幾次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廣州出不了皇帝 就是被人破了風水 對 就是被人破了風水 第一個破我們風水 就是誰呢 就是秦始皇 那麼遠時代 嶺南之地 他殺到下來 是啊 這個我不是作家 為什麼呢 這個是北宋官方的風水書記載 秦始皇當時打進來廣東 你知不知道他們是初時打輸 後來打贏的 你知不知道 秦始皇滅六國 開始向嶺南進攻 向西屬進攻 西屬滅了三星堆 南邊 由嶺南 由湖南 爬過南嶺山 他這樣做 就遇到全世界第一次游擊 那裏的南嶺 就不跟你正面交鋒 全部你來的時候 他就收起來 然後就襲擊他 那些什麼呢 那些運糧 運軍響 那些地方 那些人吃 我都不用打你 那些兵就要自動撤退了 於是 為了要攻南嶺 怎麼做呢 就在廣西那邊 就掘了那條 叫做什麼渠 糟了 突然間忘記了名字 特地把湘江和北江源頭那邊 通了 然後那些船就由那裏上去湘江頂 然後由那裏通那條渠 下來西江 由西江順路下來打廣州 這樣來滅了南嶺 尤其是在船上做補給 你游擊戰 因為你打不到船上 你不能在路上伏擊我 所以自古以來 其實大部分 下來廣東 就任的官員 都是經西江落的 就不是那些人想 就是在海上搭船上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由福建那邊 過來廣東 潮州 一路經潮州過來 是要通過台灣海峽 那是風高浪 雍正 康熙打了幾次 才精滅到 要找回本地人的私囊 那些熟的水性的人 才能走到那裏的地方 你明白嗎 現在很不知道 你今天去台灣 你很少見到沙灘 還有很少見到 有遊艇在台北 你有沒有見過台灣人 有很多遊艇活動 是不是 為什麼沿著海 沒有人去遊艇活動 沒有什麼 我就算去澎湖 也看不到 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 你先說起我 有時候有些事情 大家有些 叫做 take for granted 但沒有想過 這件事 我學風水 就要看風看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一套紀錄片 叫做台灣 是專影由空中 整個台灣各種的山貌 地貌 人貌 你如果看回台灣的海岸 全部 一是石岸 一是由淺灘 全部被圍起 用來做養殖牆 養鰻魚 養蠔 養成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 原始沙灘 所以唯一的就是 那個藍頭 不是那個藍頭 不是那個藍頭 宜蘭還是什麼 是的 那頭 只有少少的沙灘仔 沒有了 你有沒有留意過 東海岸 面對太平洋 是沒有的 因為魚崖 超迫多 對 福建那邊也沒有 明明我說什麼 是南邊 因為離開了台灣海峽 水沒有那麼急 才有淺灘 還有沙灘仔 那邊才有種植牆 養植牆 你有沒有看到高雄 那些地方 有養蟹養蟹那些 沒有的 全部是南方 台南的 那些蟹養蟹那些 為什麼是台南 因為那裡才能種植牆仔 而且還要種植牆仔 不可以種大蠔 因為水流很明明 所以有很多地理因素 當年的兩廣總督是由西江那邊下來的 所以當時的兩廣總督府是在韶慶,不是在廣州 廣州是對外的傷口 但是不是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是韶慶的 即是七星湖那裡 為什麼?因為他們下來那裡 是少一些打風的 明白嗎?避風避水 廣州因為近著珠江口就是和外面來往 什麼南洋什麼什麼 所以那個就等於紐約 一個就等於華盛 那個分別就是這樣的 所以廣州是去到清代明代開始之後 因為它太重要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響回中心點 由兆慶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沒有人氣的地方 就搬回廣州 而廣州為什麼會自古以來 你知不知道最旺的廣州就是北京路 北京路就是廣州市當時的城市中心 但是這個地方我經常說少的 我說這個地方就是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 除了敘里亞之外 即是敘里亞巴格達之外 是旺五千多年 這麼久?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嗎? 廣州的北京路附近 找過一些馬雅醬的遺憶 馬雅文化 不是 馬雅醬的長毛醬 哦 我 馬雅醬 但是這些馬雅醬的牙齒 是被人剃過的 這些醬是被人當獵物吃的湯 這是吃剩的骨 這是很多世紀前的 即是說冰河時期 這裡已經有人在活動 吃馬雅醬 然後 今天的中山路 那真的有大吃大 吃大份醬 是啊 接著 就是今天中山路的北邊 即是北京路中山路交界 北邊 東北角的越南的位置 王府的位置 已經開了大公園在這裡 即是說 秦始皇的時候 任蕭做總督 然後就在那裡建一個宮殿 然後北京路交界的西南邊 找到什麼呢 找到當年的秦朝 今天的中山路就是城牆邊 城邊 海邊 河邊 然後 人們在那邊做船奧 是 那些船 就從西江 北江下來 就從這裡修理 再上去 再上去 那些就是九州的花園仔 那花園仔 當年是湖邊 即是河邊 然後 北京路本身 現在已經看到 走那條很旺的商業街 有些玻璃在地上 下面就有一個考古為止 那個為止是什麼 就是我們當年的廣州的南城 廣州的電視劇 每個人都認識 但最早的廣州是哪一套 就是粵語蠶片的時候 梁省波做的 就是那個人去到瓦瑤 被一隻鬼上身上 告訴他 說他被人害 然後找一把傘 再載他回去 找一把油墨 遮住太陽 日後就可以帶一隻鬼回去 回到廣昌路 報仇 以前這不是大罵廣昌路 而是大罵雙門底 什麼叫雙門底 兩隻城門 一個正門 一個雍城 中間的地下 一個下面 就是雙門底 廣昌龍就在這個位置 你明白嗎 所以這就是那條主墨 而北京路一直走到尾 就是今天的 舊時民國的時候 叫做財政廳 財政廳的位置 是高了出來的 是一個山仔 有人懷疑 包括月王的山 現在叫做廣州賓館 那個位置 有人說 有機會 舊時不是叫番茹嗎 有一個傳 有一個說法 潘山余山在哪裡 不是我們今天的潘如城 潘如城沒有山 潘山余山 其中潘山就是 有一個說法 所以它高了一點 不是很高的 這個風水就是經常都是這樣的 風水有時候 你看到人住的山 附近的山 或者它所位置的 都是一些山仔 不是高崇 對 所以山不再高有先知靈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整個廣州 有人說這裡是 不知道是潘山還是余山 我忘記了 但這個想法就是這裡 就是那個位置 今天還可以看到 你走到廣州賓館 是高了上去的 是 那個越南黃墓 那個工城 那些地方 也是高了上去的 然後財政廳也猜到這麼多 幾級的 有時候看過一尺 就是那一尺 就是那一尺 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地方 由五千年BC到現在 旺到現在 有一個地方很厲害 那廣州的風水是怎麼看的 北面不用想 就是我們今天的所謂的 什麼叫做 那個越南黃墓那裡 長山 再過去就是白雲山 白雲山公園 然後一路去 白雲山就是一個 整個城的東北面 一路一條綠墨下來 下來就是丈山 所以 所以 越王就是 那個 就是趙陀的兒子 孫 就葬在那裡 然後西南面 就是我所說的 西朝山很特別 台山那邊 就是再南面 就是台山那邊 再西南 就是西南 西朝山 是零零射射 一個山 突出在平原中間 是孤休 所以 這個位置 是廣州的昆坊 所以代表 這裡 就是旺人 人丁 所以廣州的歷史以來都很旺 而這個西朝山 就跟呂洞斌有關 所謂的色色呂洞斌 就是在這裡 他們很多傳說 還在西朝山這裡 對不對 我們廣州的 你看看 曾城那邊就是河仙菇 還有一間河仙菇 潮州就是韓湘 這裡就是呂洞斌 你看看 是不是 所以唐代 這些地方就是 荒蕪之地 就是很多修仙修佛的人 而廣州 如果你用風水來看 廣州城就是一個地方 旁邊有一條河仔 就是進去荔灣那條河 西江過來 過了這條河 那邊有個山仔 我西面的名字 然後廣州城的東邊 又有一個山仔 剛剛兩個山就好像 左青龍有白虎一樣 頂著中間廣州的象山 就是一個山 好像山字形 東邊的是哪個地方 就是瘦狗嶺 你知不知道 今天你不是去 直通車是去廣州東站 走去東站 遠一點看看 後面有一個山仔 廣州人都認識 那就是廣州東站 後面的就是瘦狗嶺 當年秦始皇來的時候 廣州有王氣 國不能有異 對了 廣州王破壞了南京的風水 之後就要破壞